大家好 欢迎收看《同志一凡人》 12月22日 2012第二届中国彩虹媒体奖颁奖典礼 在广州鼎龙国际大楼殿隆重举行 八大奖项出口 香港艺人黄耀明与何运师 获得了本届中国彩虹媒体奖年度致敬人物大奖 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家媒体 数十位LGBT活动家及公众人物参加了盛会 范冰冰 黄耀明 许歌辉 吕秋露威 程兴松 周耀辉 赵可等社会各界名人 为大奖特别录制了宣传视频 表达了对同志工业事业的支持 2012中国彩虹媒体奖 由北京杰安德咨询中心等11家国内机构联合举办 它是国内首个关注LGBT人群的大型媒体报道评选活动 旨在引导中国媒体及新闻从业者 客观深入地报道同志 为LGBT人群创造更加包容的 多元的公正的舆论环境 2012的彩虹媒体奖的数据筛选范围 从2011年的9月到2012年的9月 评选数据来源于57家的报纸媒体 45家的杂志媒体 18家的电视媒体和上百家的网络媒体 共计50万篇左右的新少数议题的新闻报道 本届中国彩虹媒体奖的评委阵容强大 中文评委包括 爱晓明 程庆松 崔子恩 李银河 吕平 南江洪 国际评委者有 安娜丽智 Steven John 和Thomas Sedvic 本届中国彩虹媒体奖公布的最佳新闻报道奖为 报纸类 南方公司报深居周刊 教育评论的深屈现实 杂志类 南都周刊 雨秋露威 同消除其事开始 电视广播类 南方精誓 全民意识听 安安马克 我们的同情婚姻 网络专题类 搜狐视频 大事业 爱情图治 五级系列 视频网站类 优酷网 美好2012大师微电影 我的路 英文类 Global Time Bullied Out of the Closet 新闻报道最佳人气奖 凤凰视频 全民相对论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当晚 黄耀明在颁奖会场 两宫礼拜的广州天鹤体育馆演出 实场应付到场 我高兴得到这个中国彩虹媒体奖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给一些同志的朋友 有一些鼓励不要再怕 不要生活在惧怕里面 因为生活在惧怕里面 不能够面对自己的身份 事件我觉得很差的事情 对自己的各方面的健康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彩虹媒体奖 顺利举办 中心的祝愿 彩虹媒体奖 愈足愈成功 大家好 我是冰冰 祝彩虹媒体奖圆满成功 祝愿所有人都可以爱我所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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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